很多时候,我们都能感觉到身边一些人对自己很是热情,这些人开朗,活泼,是人际关系中的老好人,开心果,他们就像一堵中央空调,谁不舒服了就能谁。 然而在十二生肖中,就有这样几个生肖,外表热情似火,但是却暗藏着小心眼,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叔叔,鲸鱼算气,叔叔的人外表很是明朗,对人对事都很热情,然而很多人不知道,叔叔的人的热情,很多时候只是来自于他们对人的算气,因为身边的人对他们有利,所以他们才会在这个群体,与交际上热情似火。 但是,一旦有人惹了他们,那就会再也看不见他们的笑脸了,经于自己的他们就是这么小心眼,鼠龙,骨子骄傲,鼠龙的人是最聪颖,醉得天倦了,白事都能做得很好,事业感情顺风顺水,所以他们在人际交往,终会表现出一种自负。 然而,他们的自负很多时候,会让人觉得他们很热情,殊不知鼠龙的人最是骄傲,是很小心眼,不屑于和旁人相处的。 他们的小心眼也表现在对水平不如他们的人的不屑。 属猴,虚伪多信,属猴的人很有一番野心,所以只要能够达成自己野心的事情,他们都会不择手段的去做,对此,对身边的人热情相待,就成了他们的招牌。 热情相待又没有什么坏处,何为而不而呢? 然而,属猴的人,其实并不是老好人,反倒是很小心眼,要是有人爱了他们成就野心的路,一定会很惨。 属猴,心眼太小,属猴的人自信而可靠,看事情很有一套,所以他们对外人热情,是处于一种自我性格的本真表现,是真诚的热情,但同时,属猴的人也是真的很小心眼。 感情再好的人,只要出了属猴的人的厌恶点,一定就会失宠了,有时候莫名其妙,就被属猴的人排挤,其实也是因为属猴的人小心眼罢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